第十一章 以色列人不存避棄 我且说 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没有 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 阿伯拉罕的侯裔 属便雅敏之派的 上帝并没有弃绝他 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经常轮到 以利亚是怎麽说的呢? 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 以色列人说 主呀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沉索我的命 上帝的回话是怎麽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失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简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事怎麽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简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 还紧不化的 如经上所记 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言直 变为网罗 变为基纜 变为半脚石 作他们的报形 愿他们的眼睛 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尚弯下 他们的腰 犹太人所失 为外邦人所得 我且说 他们失脚 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腹足 他们的缺乏 为外邦人的腹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者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 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上帝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所欠的身面 若是圣洁 全团也就圣洁了 树筋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若有几斤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筋的肥汁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 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 若是根托着你 你若说 那枝子被折下来 是特位叫我接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自高 反要懼怕 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之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上帝的恩慈 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 是严厉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 你也要被折下来 而且 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 折下来的 尚且亦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这本树的之子 要接在本树上呢 犹太人暂时避弃 终必得救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傲避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旧主从石安出来 要消除雅国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着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囚的 就着简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外的 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照 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信服上帝 如今因他们的不信服 你们倒蒙了连述 这样他们也是不信服 叫他们因着诗给你们的连述 现在也就蒙连连述 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信服之中 特意要连述众人 主志无穷 主度难尋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终极何其难尋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事 谁是先吸了他 使他后来常还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